朋友们好,我是李洪宽 又有点时间了,咱们接着再聊两句 就说到过去海外民运开会 开会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立山头 往往是有人出一笔钱,找几个头面人物再重新立一个山头 那么开下来之后,海外民运就是山头林立 就是各种各样的民运组织,各种山头,多楼牛毛 互相之间也配合不够 所以六四以来,28年,快29年了 是一个失败的历史 海外民运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无力 开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导致失败 说到这儿,我想谈一下海外民运失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为什么会导致山头林立 和这些人的整体智商有关系 这个智商还没有达到元朝人的水平 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说是 山头林立这个说法是从水湖里来的 各个山头都有战伤为王的三代王 都互相不服,互相之间也不配合 最后被朝廷打的是一打就败嘛 所以最后才出现了三三巨打青州 然后所有的山头都上了水波凉山 这才有点力量 那么1989年,89年,这些精英外逃的时候 他们逃的时候,1989年在海外 已经有一个中国明年组织 这个组织就是王炳章先生创办的 1983年,82年,83年的时候创办 那么创办的背景呢 当时蒋经国先生还在台湾 还在执政 那么他是大力支持王炳章的 是觉得大陆的学人 出来第一批留学的这些大陆的留学生 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像王炳章这样 他要是不在外面倒民营 回去之后当个卫生部长 绝对不在话下 现在当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他放弃了那个机会 那么他决定在海外 扛起一个反共的大旗 王炳章先生私下里跟我说过 他真正的动力是觉得 是1978年79年 那个民主强 79年西南民主强 老魏是一个重要人物 邓小平最后把那个墙给扑灭了 邓小平先利用了西南民主强 整掉了华国锋 用所谓民意搞掉了华国锋 因为当时华国锋要搞两个凡事 两个凡事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了 当时的民意是已经决定 不能照毛泽东那条搞了 这个是社会的共识 但是华国锋脑子比较笨 他还没转过弯来 邓小平是个老滑头 政客 他转过头 他决定要搞老毛 那么他就利用西南民主强的大字报 派人去整理材料 抄了大字报之后 在中央高层开会的时候就逼这个华国锋 说你看民意如此 两个凡事不得人心 所以邓小平是用这种民意 打这张民意牌 干掉了华国锋 然后他觉得这个西南民主强不碍事 所以他这个一转手就把民主强给扑灭了 把卫尼庚抓起来 判了十多年的刑 那么当时王美章也参与了西南民主强 他也是抄大字报去看大字报 后来他出国留学之后 毕业了 得到了博士之后 他就要扛起这个大旗 当时中华民国台湾 小蒋 那个情怀还在 小蒋还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心 是跟咱们中国大陆人 是连在一起的 觉得大陆人 现在被共产党在这蹂躏 他就想做点事 他一看到王美章在挑大头 挑起搞中国明连 他是绝对支持 后来不光蒋静国之事 当时的世界日报 也是支持的 就是全面报道中国明连这事 我后来认识到明年的早期的骨干 他们跟我说黄奔先生 有一个叫黄奔的台湾来的 他跟我讲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去每天去邮局去拿信的 他就是一拿就一麻袋 回来之后全是捐款 全是华侨捐款 都是小额的 二十五十一百 就是给王美章捐钱 就给中国明连捐钱 所以那时候资金根本就不是问题 不缺钱 那么长话短说 这个八十年代初建立之后 到1989年的时候 中国明连这个领导权已经被胡平夺去了 王美章被开除了 这个事发生在8964之前 但是组织架构还在 中国之春的这个刊物还在 还有自己的全传机构 也不缺钱 按说89被打散的这些精英逃出来之后 你加入中国明连啊 壮大一块干多好啊 结果没有 他们最后在法国搞了一个民阵 这个民阵一搞起来之后 这就完蛋了 这个头就起错了 就是说最后是三头林地 最后又搞明年民阵合并 两个组织合并出三个来 笑死人啊 让人耻笑 从此之后啊 华侨对他们的支持就越来越少了 再加上台湾政局的变化 李登辉上台之后 对于民运的支持就是三心二意了 没有撕破脸 但是象征性的给你一点 但是不是真正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个就让我想到水浒 水浒也有这个情节 就是说早期王伦呢 他们占三为王的时候 占了水波梁山这个地儿 那么小本经营 就像当时的明连 89年的时候明连 那么后来是朝盖无用 这个阮四三雄 刘唐 他们结了这个生辰钢之后 后来案发了 那么他们也没地儿去 他们逃命 只好逃亡嘛 最后逃到水波梁山 水波梁山王伦是排斥他的 是不要他们的 那按说 照着89年逃亡精英的想法 那不要没关系啊 咱搞一个山头嘛 咱自己立个山头不就得了嘛 搞一个 不一定飞在水浒一块 结果水浒当时的作者不是这么写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景 就是朝盖无用这些人 又有人又有钱 他非得站这个地方不可 你不要我啊 我挑动林虫火病 这才奠定了这个梁山的这个 这个才形成了一点力量 才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这就是这就是元朝末年 水浒这个故事是元朝末年了 那个时候作者 交代这个这个这个江湖的故事的时候 是这么写的 他们的智商远远超出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八九六四逃亡的精英 所以以后大家有机会见到那些八九逃亡的精英啊 什么万瑞南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哎呀对不起啊 这个因为我不点名了 大家都知道 以后问问他们 当时你们脑子怎么想的 你们是缺智商啊 还是怎么着 为什么不跟中国明年合并 你们为什么闯下这么一个大祸 最后造开了一个非常失败的先例 就是山头要自立山头啊 不愿意去病到一个山头一块干啊 非要觉得自己牛逼啊 自己有钱自己有人脉 非得他自己做老大 最后失败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丢人现眼 而且这是我觉得是对中国民族的一个犯罪 那么说到海外民运啊 现在如果再开会的话 我有机会 我都是去他们敲边谷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开完了会又搞一个山头啊 你搞完之后 这山头更多了 而且现在中国大陆啊 组党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 大家组党的时候千万记着 千万要第一考虑的就是 你组这个党可以 你这个党一定是一个大党的一个支部 你起草的文件 你做的行动 一定要考虑到兄弟党部的配合 一定要做出这个事来 让兄弟党部能配合你 不能够说让兄弟党部觉得侵害了他们 制造了无尾的纠纷 这个将来共产党垮了之后 一个自然的趋势 就是全国各地三头零地 有一万个党 互相之间扯皮 那就是中国民族的灾难 所以共产党垮台之后 能够有一个到两个比较大的党 能够能够进入一种健康的 两党竞争或者是一党独大 或者是两党竞争 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但是就说像日本那样 就是做成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一党独大 也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自然的倾向 人啊 现在中国人的素质都非常差 道德也差 智商也差 他不可能大家都看到 总有一些智商很差的人 去给你 他在搞一个山头啊 所以我们有良知的人呢 要尽量避免山头林立 大家各地阻挡的这个党部 做事也好 喊口号也好 团结人也好 一定要想办法 我们是兼容性的党 我们这个支部 是兼容性独立阻挡的一部分 我们有一个全国的网络 这些网络信仰的是一个理念 大家可以亲密无间的合作 是一个党 所以将来 我一直在说 我需要三千个县委书记 中国差不多三千个县 每一个县里至少有一个支部 在那认真的在做这个党的动员工作 发展工作 就是差不多每天 每周末都得去吃喝玩乐 去吃 去交朋友 去传播宪政民主理念 我们这个党不是要打土豪分天地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尊重私有财产权的 是尊重言论自由的 是尊重宪政民主的 我们是主张 我们是主张 消灭共产党的 这么一个党 大家不要一听到县委书记这个词 因为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太坏了 就觉得这个词已经坏掉了 很恶心 不是县委书记 它是一个中性词 本身没有什么 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反对党 也得用反对党 它就是一个职务 它和政府的那个权利是不相关的 政府的权利 一个县 那是县长 将来县长要通过民主的竞争 竞选 我们党胜了 就是我们的党当县长 我们党败了 让别人去干 这没办法 县委书记是个中性词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我鼓励大家先动起来 准备共产党垮台的时候 接管共产党政权 我讲的是中国大陆 海外这个会 我觉得多开这种小型的会 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大家吃吃喝喝 享受一下美食 交几个朋友 然后大家比如说 大家都交流一下 挺郭的心得 出一些招 怎么样具体的 帮郭文贵爆料 做点贡献 这个非常重要 我鼓励这样的会 不鼓励全国性的 甚至全世界性的 所谓那种高调的 民主革命大会 像唐埔乔先生搞的会 我觉得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只能是 要不就是唐埔乔 东三再起又搞一个山头 凡是反对唐埔乔的 都是伪类 都是假民运 唐埔乔才是正宗 要不就是最后是弄了一帮特务 在开会 把一些不了解情况的 热心民运的 海外也好 国内也好 去参加会的人 被共产党摸了情报去 搞得你生不如死 这种牺牲 我们现在应该避免 未来的全国性 全世界大会 一定是在各地支部推荐 这个基础上 知根知底人开会 这才有意义 好吧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8月17号 这是第二段视频 旁边这个棋 这是中共的国棋 我们有的时候搞活动的时候 会用到 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我是唾弃这个国棋的 好吧 再见 毕业了 得到了博士之后 他就要扛起这个大棋 当时中华民国台湾 小蒋 那个情怀还在 小蒋还认为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心 是跟咱们中国大陆人 是连在一起的 觉得大陆人 现在被共产党在这蹂躏 他就想做点事 他一看到王米章 在挑大头 挑起搞这个中国民谅 他是绝对支持 那个后来 不光这个蒋经国支持 当时的世界日报 也是支持的 就是全面报道 中国明年这些事 我后来认识到 明年的早期的骨干 他们跟我说 黄奔先生 有一个叫黄奔的 台湾来的 他跟我讲 他说那个时候 我们每天去邮局 去拿信的 他就是一拿 就一麻袋 回来之后 全是捐款 全是华侨捐款 都是小额的 二十五十一百 就是给王伟章捐钱 就给中国明年捐钱 所以那时候资金 根本就不是问题 不缺钱 那么长话短说 这个八十年代 出建立之后 到1989年的时候 中国明年这个领导权 已经被胡平夺去了 王炳章被开除了 这个事发生在 八九六四之前 但是组织架构还在 中国之春的这个刊物还在 还有自己的全传机构 也不缺钱 按说八九被打散的这些精英 逃出来之后 你加入中国明年啊 壮大 一块干 多好啊 结果没有 他们最后在法国搞了一个民阵 这个民阵一搞起来之后 这就完蛋了 这个头就起错了 就是说最后是三头林地 最后又搞明年民阵合并 两个组织合并出三个来 笑死 笑死人啊 让人耻笑 从此之后啊 华侨对他们的支持就越来越少了 再加上台湾政局的变化 李登辉上台之后 对于民运的支持就是三心二意了 没有撕破脸 但是象征性的给你一点 但是不是真正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个就让我想到水浒 水浒也有这个情节 就是说早期王伦呢 他们占神为王的时候 占了水波梁山这个地儿 那么小本经营 就像当时的明连 八九年的时候明连 那么后来是朝盖 无用 这个阮四三雄 刘唐 他们结了这个生辰钢之后 后来案发了 那么他们也没地儿去 他们逃命 只好逃亡嘛 最后逃到水波梁山 水波梁山 王伦是排斥他的 是不要他们的 那按说 照着八九年逃亡精英的想法 那不要没关系 咱搞一个山头嘛 咱自己立个山头 不就得了嘛 搞一个 不一定飞在水浒一会儿 结果水浒 他就一麻袋 回来之后全是捐款 全是华侨捐款 都是小额的 二十五十一百 就是给王伟章捐钱 就给中国明连捐钱 所以那时候资金 根本就不是问题 不缺钱 那么长话短说 这个八十年代初建立之后 到1989年的时候 中国明连这个领导权 已经被胡平夺去了 王伟章被开除了 这个事发生在八九六四之前 但是组织架构还在 中国之春的这个刊物还在 还有自己的全传机构 也不缺钱 按说八九被打散的 这些精英逃出来之后 你加入中国明连啊 壮大 一块干多好啊 结果没有 他们最后在法国搞了一个民阵 这个民阵一搞起来之后 这就完蛋了 这个头就起错了 就是说最后是三头临地 最后又搞明年民阵合并 两个组织合并出三个来 笑死人啊 让人耻笑 从此之后啊 华侨对他们的支持 就越来越少了 再加上台湾政局的变化 李登辉上台之后对于民运的支持 就是三心二意了 没有撕破脸 但是象征性的给你一点 但是不是真正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个就让我想到水浒 水浒也有这个情节 就说早期啊 王伦呢 他们占战神为王的时候啊 占了水水波梁山这个地儿 那么小本经营啊 就像就像当时的明连 八九年的时候明连 那么后来是朝盖 无用啊 这个软四三雄啊 刘唐 他们结了这个生辰钢之后 后来案发了 那么他们也没地儿去 他们逃命啊 就只好逃亡嘛 最后逃到水波梁山 水波梁山王伦是排斥他的 是不要他们的 那按说 照着八九年逃亡精英的想法 那不要没关系啊 咱搞一个山头嘛 咱自己立个山头不就得了吗 搞一个 不一定飞在水浒一块 结果水浒当时的作者不是这么写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景啊 就是朝盖无用这些人 又有人又有钱 他非得站这个地方不可 你不要我啊 我挑动林虫火兵 这才奠定了这个梁山的这个 这个才形成了一点力量 才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这就是这就是元朝末年 水浒这个故事是元朝末年了 那个时候作者 交代这个这个这个江湖的故事的时候 是这么写的 他们的智商远远超出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八九六四逃亡的精英 所以以后大家有机会 见到那些八九逃亡的精英啊 什么万瑞南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哎呀对不起啊 和平出三个来 笑死 笑死人啊 让人耻笑 从此之后啊 华侨对他们的支持就越来越少了 再加上台湾政局的变化 李登辉上台之后 对于民运的支持就是三心二意了 没有撕破脸 但是象征性的给你一点 但是不是真正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个就让我想到水浒 水浒也有这个情节 就说早期啊 王伦呢 他们占战神为王的时候啊 占了水水波梁山这个地儿 那么小本经营啊 就像就像当时的明连八九年的时候明连 那么后来是朝盖无用啊 这个软四三雄啊 刘唐他们结了这个生辰纲之后 后来案发了 那么他们也没地儿去 他们逃命啊 就只好逃亡嘛 最后逃到水波梁山 水波梁山王伦是排斥他的 是不要他们的 那按说 照着八九年逃亡精英的想法 那不要没关系啊 咱搞一个山头嘛 咱自己立个山头不就得了吗 搞一个 不一定飞在水浒一块 结果水浒当时的作者不是这么写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景啊 就是朝盖无用这些人 又有人又有钱 他非得占这个地方不可 你不要我啊 我挑动林虫火兵 这才奠定了这个梁山的这个 这个才形成了一点力量 才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这就是这就是元朝末年 水浒这个故事是元朝末年了 那个时候作者 交代这个这个这个江湖的故事的时候 是这么写的 他们的智商远远超出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八九六四逃亡的精英 所以以后大家有机会见到那些八九逃亡的精英啊 什么万瑞南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哎呀对不起啊 这个我不点名了 大家都知道 以后问问他们 当时你们脑子怎么想的 你们是缺智商啊 还是怎么着 为什么不跟中国明年合并 你们为什么闯下这么一个大祸 最后造开了一个非常失败的先例 就是山头要自立山头啊 不愿意去并到一个山头一块干啊 非要觉得自己牛逼啊 自己有钱 自己有人脉 非得他自己做老大 最后失败 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丢人现眼 而且这是 我觉得是对中国民族的一个犯罪 那么说到海外民运啊 现在如果再开会的话 我有机会 我都是去他们敲边谷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开完了会 又搞一个山头啊 你搞完之后 这山头更多了 而且现在中国大陆啊 阻挡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 大家阻挡的时候 千万记着 千万要第一考虑的就是 你阻挡这个党可以